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2月17日 恒生指数又是给了别人一个希望 就是先升后右后回左 一直都在说 265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今天升穿过上面的 然后下回来A264 那下午又看看怎么样 如果是265又是搜不到的话 我始终还是认为 整个仍在调整期间的东西 恒生指数在这里 大家看到了 是在保利加通道的中族日线图上 在这个仕图上去 似乎是没什么力量 始终仍受制于265的水平 这个水平一天未破得到的话 上面都不用想太多了 有朋友问莎莎 莎莎 最近当然是受到很多的 是这个由于疫情的影响 这个很多人国内下不了来 自然她这个生意下受到影响 不影响到某一个阶段之后 除了 有些男士不塗这些化妆品之外 很多女士都还需要塗粉底 还要塗很多东西 所以就靠香港自己本身的客户来做 因此在这点里面说 去到一个低的位置 是应该有点支持的 那什么叫低的位置呢 那我们看看 完全是一个相对应 之前是去到1元左右 那现在去到现在 都是去到1元左右之后 反弹回来 那现在希望可以上回去大致上1元去过4 左右这个位置 那你说1元去过4 4毫子 是的 4毫子 即是40% 是不是 一低又一低便是 这个获利的标准 自然也要看低一点 那在这个日线图上 你能看到1元来到这里 那你说它现在是过2 那上面看多少 是的 可能是看过4 那过4 看完过4 那这个大约是10%左右 在现在这个低迷市道里面 有给你10%差不多了 那之但是 会不会是多过10%呢 我真的不敢说 因为为什么呢 它如果可以这样的时钟 它真的上升上升上升 是过半的 或者是更上升的 那因为我们现场很多时间 都要考虑一个就是 因为疫情是可以终结 因为有疫苗的关系 因此很多东西现在在炒复苏的概念 那沙沙现在在日线图上 2个月的日线图就是这样 所以不妨以这里 可以作为一个 等到它能够下去 是要升穿了 才好去买 现在是1.5元 就是等它升穿到1.2元 1.7元 这样 现在是这点 亦都可以去到看这个中组 就是1.8元 升穿之后再去上面看 就是这个上面的通道就是 1.36元 这个中组 3.5元更加高一点 上落去1.45元 这个疫苗 是这个辉瑞的疫苗 来到它 跟着 就是这个 它的核下公司等等 因此 可能希望 是有答案 在这里 最主要就是 市盈率是相当之低的 息率是有2.3元 左右 不算是很高息 不过 在这个情况之中 是可以考虑的 会觉得 看看上面 可以看到13元 至16元 13元就是这个位置 再升一点点的话 因为 现在你看到这里 升穿了 这个是 这个所谓的 就是我们想 双底之后 升穿之后 上面可以最高 看到大约 是量度升高到16元 因此 可以考虑是否在现价級 然后当然 有指示位 在短线图里面来说 南方航空 曾经的时移之中 是炒复苏 现在今天有些资金流入 的而且确 是可以考虑复苏的 复苏的时移之中 我们看到 它之前是升了上去 然后就在这里 下来一点点 接着我估计 它也应该 试完底通道之后 可以看它 又再上去上面试 暂时目标 看五元 他要问 现在是4.8元 然后我问他五元 我为什么要等五元才吸纳呢 我又是等你五元 你先升穿了 五元是什么 这个通道顶 一旦升穿了之后 我就认为你可以继续再走 再上升一点 升穿五元之后又如何 我不知道 升穿五元之后 这个又五个二 这个又是一个原底的形势 我们在这里上面 就可以五个多 南方航空 指不指五元那么少 指不指五个半 六元那么少 如果真真正正炒 它有一个复苏的概念 它是回来的 那就不止这个数目了 它是可以按照着它 这个是以前的 这个仍然有很多影响 就是之后 它可以更加是升得再多 去到以前的可以 七元八元是可以得到的 因为我讲的是 復苏概念的话 所以我现在 很多给股票就是 上面我真的不知道 这些仍然有很多 到它给股票之后 升到这个位置 升到了 那我们再跟着 看看是否是持有 然后再跟着调整 那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资金矿业 所以金矿股曾经一度很低迷 因为那些人又觉得 这样那样 那一定也有钱 走到比特币那里 那即到这几天 比特币又升 金矿股又升 金价又升 那代表什么呢 代表那些人 开始真真正正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抗通涨 如果原来抗通涨的话 所以这些金股 遲早是会回来的 近日的资金流入 没有过今天 不像前两天那样多 因为今天只要到十一点钟 在这点里面 我反正觉得 就要看看这些事情 招金应该我自己觉得 它未跌完 因为现在还要受一个压力 压力是如何 它可以跌到7元 真亦都可以跌到8元3元 就要看看那些人 是会觉得 通胀是何时回来的 就算以美国联邦处理局 这个是昨天开会 这个今早早上发布的精灵来说 其实那是论调 联邦处理局 是已经铺了格局 是会加息的 很多人都认为联邦处理局 接下来会减息 很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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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细心看看他说一件事 他甚至没有把 这个是购买国债 和这个是12亿 一个月 是给一个期限出来 他就是说 好了的呢 我就停了 以前不是的 他说定要做到多少个月的 即使说他会看到怎样 可以一 你会说他 你便看着他去到拉尾 他会等等等等等等 是即不敢加息 真另一情况之中 也会找到他给了自己的门口 他到时真的如果有需要的话 砰一声就来加息 不说的期限 即使说他可以随时有手影 招金我觉得 起8.3可以再想一想 如果不是的话 真真正要等到7元 接下来有招商银河 今天 Morgan Stanley说了一件事 他建议大家可以 所有浪人股都可以考虑 因为太便宜了 又高息 为什么又会有这样东西 现在会要考虑 要买浪人股呢 其实有一点很简单 又是经济回来 经济回来 经济回来的话 银行的借贷活动就大了 自然就盈利就好了 所以 有朋友问了这个招商银行 我也顺便回答他了 招商银行现在去到月线 在截图上来到53元就跌回来 我估计他还需要 现在是47元 我估计他还需要作为调整一下 如果调整到46元的时候 就可以想 目标呢 由于现在47元 所以我说目标是46元 好了 吸纳了如果46元之后 接着如何呢 后面如何呢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第一件事 他上回来之后 第一个可以上50元 或者上53元 这些又是到时之后 到时之后先 到了先 到了之后先 50元即53元 会不会仍然是63元 73元 我不知道 因为招商银行 已经是一个 建出了历史新高的股销 上面的位置 很难说的 他现在这里来说 市盈率11倍 息率有2.8 比你等在存款银行 是不是 所以起这点 可以想想 接着 若名生物 若名生物 今天升到开行 又见出新高 大概88元 88元到时 新高的始终是怎样呢 我都会觉得 要追 为何要追呢 可以看看 由这28元 升到88元 真是不说得少 市盈率是269倍 没有息态 蛤 为何要追呢 这样 追完之后 去到这个是 首先我看它 可以的现在是86元 我估计先下去85.5元 接着上面 看这个是88元 哇 很少 3元 怎样看呢 问题要这样看 因为如果你看回它 这个是 图的话 它这里已经是一个 是历史新高 如果它这里 又升穿了 这里的话 它真真正正 这里升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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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原底 升穿了 但是 它的量度升幅 是真真正正的 88元 即是今天已经到了 量度升幅 位 这些呢 是有一个问题的 在高位置做一个是 雙顶而破比率 它可以 是 灭光死了 但是又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 惨得过很多基金 在这个是 11月9日 11月10日 11月16日 都对它加码 而加码的位置 由72元到80元都有 即是说 如果基金 大的基金 这个大陆基金 包括有 布莱德 摩根斯丹尼 等等 他们肯定加码 都在80元左右加码 那现在86元 你认为 这班大佬 它是看 这个东西要升多少 升3元 4元 5元 8元 当然 如果它只有72元加码 或者是80元加码 那它应该要看 再升三成 那我们很简单 它最高的是80元买 如果我们85元买 我买贵它5元而已 不买贵它5元 这些药物股 生物股 来到的估计 来到两三年都要炒 还有这些 大家做的范畴是有些不同的 应该不会是说它 是大到不能倒 因为我是做一些肾的药 你是做一些胃的药 你是做一些肺的药 心筋肥肺 你肾再做 十只手指公做它 有一个做手指公药 有一个做手指公药 有一个做手指尾药 那是不是 就不会有这样的垄断呢 所以在这点里面 为什麽资金 今天你看看 其实 今天 所有的药物 生物板块股 都升的 就是这个是 大妈撒得看到 资金要流向这些地方 因此 如果大 是Leader 都在80元肯进去的话 我觉得 可以在85元看看 好了 买完之后 你知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看着 它升穿了88元之后 它是一路上去的 它有什麽去到120多元呢 其实很简单 80元 加多30% 上面 大致上 大致上 你当是80元的时候 你当是90元 就要加多30元左右 就是120元 弱了不是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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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就是101 因为 为什麽你知道 有一个这麽大的差距 哪个能猜到它 在123.2毫15 是见顶呢 我随后说一下 你不要真是相信 如果你真的猜到这麽准的话 你有两个东西 第一 你就是归学 第二 你就是大户 当然 我不会相信神仙 是会来炒这些股 因为神仙 需要炒股呢 点点 就点石成金 所以 在这点中 我们最开始 跟着 大佬去做事 今天 有些朋友 他说 我怎样去找一些 可以给退休的股 在腾讯 500元的时候 你不知道可不可以做退休股 腾讯25元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拿它来做退休股 为什麽 事物是发展的 有些科技股是怎样的 死了 是不是 比如说 一个曾经被人作为退休 很好的股票叫汇丰 乖特 有一个很好的是爆仔 以前的等电汇局 又被人搞到 乖了 所以 一种是所谓的退休股 真的要有一件事 就是你退休的时候 你乖下股票都不乖 才可以做到退休股 这个 这些是有机会再详细讲 今天是这麽多 多谢 ville 5 6 聚 12 12 alcanz 20 2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